國賢這幾年來 情運比較坎坷一點 你要疼良自己有幾心重 身為年過半百的黃金單身漢 老是即死身邊人的感情誓 也終於傳出穩交 小二十歲韓國華僑 當然我們都是以前文文前提 現在在這邊我就不去講太多 因為我講那個事情 我都還是要去包貝一下 因為你們有長官 我現在也有長官 所以我現在在外面 不然能夠亂講話 聽我慢慢訴說 心裡多少傷心慌 逐步在戲劇耕耘出成績的馬國賢 其實最早是從唱跳團體 紅孩兒出道 以前粉絲都很貼心 他們都會做這樣的一個簡報 做成一本 裡面寫的所有人的資料 然後幫你每次演出什麼 都貼得好好的 粉絲親手製作的簡報集 馬國賢珍藏30年 《逗趣的事》 其中還記錄了他當時的專長 竟然是耳朵可以拉很長 你看我可以拉他快到下巴這邊 我可以拉他快到下巴這邊 你怎麼發現 對啊 沒有 因為我以前在 從小學開始 我上課的時候 我很喜歡在一邊寫字的時候 我一邊去摸耳朵 真的是鐵粉視角 才能發現的秘密特技 馬國賢也秀出 當年跟小虎隊出遊的照片 以及17、18歲的青色沙龍照 連經歷公司同事都微觀直呼 勇帥耶 大家好 我是馬國賢 我在TVBS當掌聲響起